今天很高興 然後這個 因為這麼大的記者會還蠻少見的 上次見到已經是兩三天前了 那所以 所以蠻開心的 我們請我們的這個 發新最用心的瑪莎來跟大家打招呼 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非常開心在這邊要跟大家宣布這個 正式要宣布這個演唱會的消息 那這個場地是真的還蠻正式的 很像這個大家一起來開會的感覺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請這個 冠佑來為大家報告這個 五月天的財務狀況 好那總之非常開心這樣子 那這個希望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多聊聊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這一次的DNA的演唱會 謝謝 哈囉大家好 好 這一次啊 這一次啊 謝謝 那其實今年我們的財務的爆表是 對 對嗎 讓他講 那個 生日快樂 等一下 反正大家那麼熱情 我們直接先搞定那個生日歌好不好 不要不要 我們要臨時他 對 慢慢來 讓他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開始 慢慢來 隨時都要恭賀他的 好 那請你不然又繼續發言 生日快樂 祝你 那個 生日很不堪啊 那個 沒有這次其實還滿開心的 那 其實那個時候知道 來到新加坡加了第二場之後 覺得 哇 Unbelievable 財務狀況改善了 是 沒有 然後就覺得滿開心的 那因為 我們很常都說 新加坡是我們第二個家嘛 那 那覺得聽到新加坡 然後 支持我們的朋友 越來越多 那就覺得還滿開心的 所以覺得 今天一定得來跟大家碰個面 然後 打個招呼這樣 謝謝 是 完全沒有想到今天是這種場面喔 還以為小小的記者會 很輕鬆就可以下班了 對啊 那今天看起來應該是 沒那麼容易下班 那 你把做音樂當成上班 對啊 你現在在做音樂嗎 你現在在做音樂嗎 跟歌迷佩我們見面你把他當上班 對啊 不快的嘛 超開心的耶 瑪莎很開心 等一下請瑪莎為大家獻唱一曲 對啊 好 那 希望等一下可以 跟大家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好 那就這樣子 謝謝 大家下午好 那 其實滿緊張的 就是 雖然來 來這個新加坡那麼多次 然後其實 看到這個很多面孔其實也很熟悉 但是 都好像是這個 第一次見到大家一樣 在現在 到現在這個 身體還在發抖 不知道是冷氣太冷還是 還是 還是 需要來抱一下 陣仗這個 讓我覺得有點緊張 不過 希望大家 就是 等一下不要對我們太嚴苛 謝謝大家 剛剛 剛剛就出席了這個 看了很多阿公阿媽 跟著你們的歌曲 跳舞啊 吐風舞 你們有沒有想要打破這個 阿信 Never Dance的這個神話 他不是神話 他是井窟奏 井窟奏 跳舞這個問題其實 最主要的 這個癥結點 還是在於 我們身上的關節數 其實 比普通人少了一半吧 比普通人少一半 所以在跳舞的時候 就 吐風舞應該勉強可以吧 這樣 還要回去 回去那邊再學一下 不過 我們其實 會盡量滿足大家 所有的要求 那如果滿足不了的話 那也沒辦法 也不對票這樣子